你好 欢迎收看1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迎接突年到来 总统府公布2023春联合红包 为了考量东部地区路途遥远 透过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从即日起在上班时间 提供民众索取总统副总统署名的红包袋和春联外 也透过劳委会花莲就业服务站 玉里就业服务站 台东就业服务站 台东生活美学馆 以及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台东办公室等单位提供民众索取 行政院东服中心副执行长郭英毅表示 总统和副总统春联赫池是喜福运图 以生肖兔的谐音图为发想 由擅长书法撰写的新生代设计师简伯玉来代笔 以流畅的笔意及圆润肢体 祝福国人新的一年喜气洋洋 福气满满 宏图大展喜福商收 欢迎台东相亲大家好 新年将界 我们总统府 为了体恤乡亲 在12月30号 有提供我们花莲台东相亲 六个地方可以索取 红包带与春联 这个六地点 大概是在我们花莲的救福站 花莲的玉里救福站 还有我们东湖中心 台东的办公室 还有我们台东美学馆 这六个地点可以提供民众来 索取春联跟红包带 那么另外也要借这个机会 跟乡亲来祝福 祝福新的一年 有一个平安快乐的一年 但是也在这边要呼吁 乡亲趁着年前到各卫生所 医院诊所来施打疫苗 因为大家亲友相聚 这个十天的假期 有很多一起的时间 有了疫苗我们可以更放心 更快乐的过了一个新的一年 金莲红包带则是以卡通风格 绘制亲切讨喜的玉兔头像 搭配下方象征着风饶的壁饰 还有充满年节气氛的烟花图腾 让整体视觉层次更丰富 也增添了更多春节的喜气 总统府喜福运图春联和红包带 花冬两线民众 即日起上班时间 可以到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花莲就业服务站 玉里就业服务站 台东就业服务站 台东生活美学馆 还有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台东办公室等六个地方 免费索取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